錦雯 錦雯先講好了 妳說聽了我的非常之氣 妳會覺得自己很幸運 真的 妳看 工作延後 最起碼妳不會花到什麼錢 可是因為我的工作是這樣 就是工作進來 但是還沒有開始工作 我就得要先花一筆錢 像我去拍戲 像我接了戲 因為我不可能用我的這個頭髮 去演一個歐巴桑什麼 所以我會去買一頂假髮 我想說省一點 就家裡找一下假髮 結果找出來 然後就訂完妝之後 我那頂假髮的頭皮整個壞掉 就是會氧化 所以我自己又花了3萬多塊錢 假髮好貴 一模一樣的 3萬多塊錢其實算便宜 因為現在有那種科技假髮 一頂8 9萬塊更貴 對 所以就是還沒有 因為那個戲還沒拍 然後就是心裡還是很忐忑 因為其實這些戲劇就這樣 就它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還沒有真正開始拍 其實你都 有被換掉的可能 當然 就算拍了也有被刺死的可能 真的 所以就是心裡就會很喘 就是那種很忐忑不安 就是錢花了 可是你就很擔心說 如果就是又沒有了 然後這筆錢怎麼辦 然後像因為我跟吳若荃老師 在每個禮拜五 就是在中廣有主持 沒事來哈拉廣播節目 其實主持好幾年了 然後因為老師覺得說 希望開一個新的單元 就是金高雄 就是錦雯的歌唱教室 因為我的那台琴已經20年了 就是在民歌先唱的琴太舊了 如果要開這個單元 我覺得那台琴沒有辦法用 所以妳又要再投資 對 所以我就又花了一筆錢 然後去買一台新的Keyboard 對 一台琴 設備也是5萬多塊 所以就是 這是idea誰想的 誰出錢 沒有 只是因為 因為這是自己要 他去求好心切 自己的舞台自己照 對 對 我覺得賺不到錢又算了 我覺得這是讓我最難過的事 放得都出賠儉 因為我爸兩年前 就是他不是出車禍 他就違規回賺 然後那個執行車就撞到他 他那個車子的旁邊 兩個人都沒有 實就是平安無事 可是 可是 就是 上個禮拜就接到 喂 上個禮拜就接到 法院的那個通知 就是接到那個 就是要去調解 結果我看到那個法院通知 我真的傻眼 我被耗賠580幾萬 為什麼 因為對方開了一台很好的車 對 580幾萬 我看到這數字我都快昏倒 我都想說 我爸72歲了 他沒有工作 他也沒有工作的能力什麼的 因為我弟弟妹妹都有家庭 他們都有小孩 因為我是大姐 所以我想說 這個責任就是我自己要扛下來 可是我一想到這個數字 我就覺得好可怕 580幾萬 他真的卻覺得要怎麼還 這是怎麼犯賠法 可是你 580幾萬 可是你再怎麼協調 其實幾百萬 撞到人家的車是不是 沒有 他就是他違規迴轉 然後被執行車撞到 籃腰撞上來 兩個人都沒受傷 不是 那個500多萬是修車費嗎 一定是 他就是對方的車 它是什麼 跑車嗎 它是賓士的車 賓士車怎麼可能 不是 賓士我還是進到500多 賓士可以買一台完整的車了 賓士可以買兩台休旅 他的球場就是整台新車的球場 對 這個已經判下來了嗎 還沒有判 就是要調解 可是其實調解完 我覺得也是幾百萬也是跑不掉 我就覺得今年真的很多 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都覺得 就是壓力很大 怎麼回事 他就問了 你說的 不就 你真的 我什麼 說不就 要考慮 你 我 我 你